中 旁邊的中是偏扁 好 又到我最介意的眼部 寫得非常地長 在眼部 剩下這一邊 好 繞一下 往旁邊推 從旁邊 加上粗細 注意它有沒有黏住 感覺都沒什麼黏住 輕輕的 嗯 這個字兩個杯 看起來都不是很清楚 向中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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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撇短 扁短 腦長 這一片的月啊 月偏旁啊 都彎得好快 翹起來那種感覺 做得很明顯啊 另外一隻腳又單腳拉得很開啊 好幾次都如此啊 表示他寫字的習慣就是這樣 那你在應用的時候就可以抓出來用 就會有朝全的味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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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次都是有遠近 這兩邊遠 這裡跟這裡靠近 幾乎都如此 往上下 往下伏 這兩個表情不太一樣 分 分這筆順其實我也搞不太清楚 短的 這是要表現就拉拉拉長的 翹的 左高又低 左小又大 這個字重心有被拉高的感覺 右邊的 右邊的 右邊長 剛才有提到這個字重心 重心為什麼偏長呢 其實主要是他這一筆寫得很長 很長 就有點鶴立基群 那這一筆鶴立基群以後 你就覺得他重心比較高 如果他寫短字就偏扁 字 感覺比較大的點 但是一樣 這兩點 這兩點 兩個比我靠的比較近 這 會 會上面這個橫花弧度很大 拉的很長 下面就比較重 所以這樣就粗細 然後他從寬到窄 又粗細 這個字裡面粗細就非常的多 這裡看不出來 沒關係我們自己寫 這個有點殘掉 還是把它寫完 通常這一筆都會往這邊寫 這一筆他們很喜歡把它寫得有點平 公 這公好會扭 弧度很大 中間這也是扭的好大 直接逆上去也扭的好大 我就覺得這個字超愛扭的 超會扭的 右邊就寫得比較小 這裡也是會扭的 你看到這裡 整個過上去 這裡是超會扭的 但是這一筆倒是寫得比較挺直的 飽滿的挺直